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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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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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非常鲜明的标签 优质内容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要说的是 优质内容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硬核 up主将硬核的程度 很好地调整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让发布的视频没有硬到那种看不下去的地步 也没有使用的那种没人看的情况 在强调内容输出的基础上 有效地平衡了视频趣味性 也增加了许多荡起回章的气氛渲染 10月份左右 B站的总论长陈瑞 也关注了无知赞经 表达对于视频内容的认可 经此一议 无知赞经在三个月疯狂席卷130万粉丝 成为B站赞经领域不可多得的张红炸的基 这样的异军突起 也从侧面说明了B站 不是不可以接受硬核内容 也不是不可以接受财经方面内容 对于真正优质的内容 观众们认可度以及包容度还是十分高的 对于B站赞经领域而言 这里还真的只是一片蓝海 故事说到这里其实并没有结束 后续还有点点的波澜 要说之前 无知还是一种追赶热度的状态 那么此时的无知 已经逐渐改变了这种情况 因为它已经可以慢慢的制造热度 逐渐的成为热度的圆圈 俗话讲人红是非多 说的可真是一点没错 无知赞经的迅速走火 让一些涉及金融领域的观众 开始对无知的视频内容进行质疑 从质疑视频内容不应和 到只得进文案抄袭等等之类的声音 此起彼伏 在直播上 无知也发表了 对于杨超远与资本博弈这些视频的原创声明 在承认部分文案内容 没有标注出处的基础上 也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于内容深发的细节 事情到这里好像已经结束 但实际上 对于已经成为热度圆圈的无知而言 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它的影响 以及示范效应的传播之下 越来越多的UP主 开始被这片财经领域蓝海所吸引 哪怕之前并非是财经区UP主 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 这场跑马全体的热度战争之中 热度的追赶者 如今已变成了热度的圆圈 对于它的故事 我感到十分的有幸 因为我自己从一名旁观者 从头到尾 见证了一名百万UP主的崛起之路 只是对于热度而言 它只不过是帮助了一名UP主 到了它应该有的位置 未来当某一热点再次出现的时候 仍然会有无数多的UP主 伺机而动 不断地去追赶热点 不断地追寻热度 这场属于B站的热度战争 永远都不会停止 因为热度永不灭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南水 今天做这期视频内容 与往期相比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这期视频文案 是一次十分拙劣 彻头彻尾的防险 由于是防险 所以我自然也没有资格 拿任何的收益 这期视频收益 如同开头脚的那样 将会毫无保折的 全部以充电的形式 给到无视赛景 具体的金额 也为发动态同步给大家 做这些视频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讽刺那些 内容粗入燃造 无脑跟风蹭 才应去热度的人 最初的动力来源 是在逛B站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了一部 封面标题 都十分像无视赛景的视频 点进去以后 意识到原来是我自己弄错了 但我在评论区仔细看了看 发现不仅仅是我 一个人弄错了 原来好多人都弄错了 可就在这种 有明显误导的前提之下 这部视频的up 仍然不承认自己 借鉴了无视视频 也不承认自己的风格转变 跟无视有任何的关系 由于借鉴这种事情 其实都是主观判定 我当然没有太多的 实际证据可言 所以我就干脆 访无视赛景的文案 做了这期视频 我这个行为本身 就是在桌内的模仿 所以请那些跟我一样 才模仿的up主们 放过财经领域吧 要是做的真实优质内容输出 我当然欢迎了 但如果做到了 封面标题明显抄袭 却不敢承认地步 这还是算了吧 这种财经视频 真的不看也罢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江湖论 咱们下期见